好 继续带您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全球各地的工人上街示威 纷纷要求改善工人的待遇和环境 争取就业保障 在香港 尽管新的最低工资质即日起生效 但还是有民众感到不满 多个劳工团体组织游行争取权益 从维多利亚公园一路游行到中区政府和属 大约3000人参加了香港职工会联盟组织的五一游行 他们认为应采取更多行动保护劳工权益 并要求政府制定标准工时 另外有大约4000名工友 在香港工会联合会的带领下 从深水部游行到油麻地 呼吁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则呼吁员工和雇主 能采取和平和理性的方法化解分歧 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一些示威者在总统府外同紧缘冲突 示威者要求基本工资增加一倍 给予低收入家庭税务回扣 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以及把五一劳动节列为公定假日 早上雅加达街头游行的示威者成千上万 警方一共出动了2万名警员维持秩序 台湾则有大约2000人上街抗议 他们不满工资差距不断的扩大 并且要求政府为工人营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我觉得这个针对劳动权益的保障 是一直都没有主动的落实 那个部分我觉得是很大的问题 在韩国首都首尔 至少有5万名示威者聚集并高喊口号 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和有更好的工作保障